Namotas Bhagavadu Vahrahatu Samma Sambuddhas 离尽他四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村者 今天让我们讨论一个课题 失业 特别是有些时候 像一个疫情啊 一场灾难啊 或者经济萧条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失业 这个失业呢 突然间有每个月有工作 每天有工作做 有入席 突然间没有工作做 也没有入席了 那个时候呢 日子是不好过的 而且呢 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也不懂得怎么用心 会乱糟糟的 这是可谅解的 人之常情 一般的人都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呢 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做呢 能不能有把这种处境扭转 或者是让自己度过得更好呢 如果一个人他想在事业的时候 希望能够快快走出这种低潮呢 这个时候佛法就会很有帮助了 如果懂得用佛法的话 首先一个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掉入低潮 很消沉 沮丧 这个情绪管理很重要 当我们在业的低潮 不只是事业 任何一种业的低潮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让自己的情绪 收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我们的心是一确的先导 生命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心一消沉 一沮丧 通常呢 我们很难好起来 因为我们总会 除非你有很好的善业成熟 突然的话呢 你越消沉 你越吸引不好的事情 越容易遇上倒霉的事的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我们的心 告诉自己 现在已经够了 低潮了 那怎么办 遭遇到的东西不如遇了 先让自己的心 不要往下掉 怎么办呢 你如果有修过禅法了 可以多散布慈心 修慈心禅 多培养爱心 让心光明起来 然后让心能够更务实 告诉自己 我不要浪费时间在 我做不了的事 不相干的事 一事无补的事 那边难过 或者是伤心 或者沮丧 那没有用吗 沮丧不能解决问题 人生嘛 总是会遇到不如意的事 这叫做酷害嘛 所以呢 遇到的时候呢 把注意力放在解决方案 不要沉溺在问题里 要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 看清楚问题是好的 但是不要沉溺在问题里面 要解决问题 让自己的心光明起来 多有爱心 多散布爱心 多想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呢 累积功德 其实那个时候呢 你有空 时间是自己的 做多一点好事 可以做义工啊 没工作就先做做咯 做义工啊 做好事啊 帮忙啊 可能也因此 因为做了很多好事 帮很多人 把自己的善缘建立起来 也可能因为建立了善缘 就找到下一个机会 这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多累积功德 接着呢 一个可以做的就是 增长自己的技能跟学识 多增加一些学问 既然有那么多时间 现在学习又很方便 网络上又很方便 可以学习 对不对 可以搜寻一些 有用的知识 来学习 增加一些自己的技能 那么呢 以后再走出 这个事业场上的时候呢 你是一个更有能力的人 那个就业机会 也自然就变得更好 还有一点呢 是在危机中 在困难中 在低潮中 尝试寻找机会 根据我们的认识呢 每一个 不管是时代的低潮也好啊 事业潮流强的时候也好啊 或者是一个疫情啊 一种传染病症的时代 时候也好啊 或者战争时代也好啊 总是有人能够在 时代不顺的时候呢 甚至能够赚钱啊 甚至发迹啊 甚至致富啊 都有的 那或者是当全部人 沉溺在这个 消沉的状态的时候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呢 往往就会有一些人呢 看到机会 其实机会来自哪里 如果我们讲了 通俗的时间的人嘛 赚钱的机会啊 机会来自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世界 当有问题的时候呢 就需要有人来解决问题 如果你能够解决问题 那其实就在解决问题 当而你会找到很多机会的 生存的机会 商业的机会 经济的机会 那这个呢 就可以直接的 就有些时候呢 就可以扭转了 所以呢 很多东西可以做 总之 不要让自己的心 浪费很多的时间 停留在消沉的领域 不要 让自己的心充分的 被正能量 有用的东西填补 那么呢 简单讲呢 就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注入对的因 在你不很好的时候呢 给自己生命注入对的因 那这个是扭转命运 扭转生命的遭遇的 一个很有利的方法 这是符合因果的方法 有智慧的方法